这个长相如此特别的是一个活水晶 它很像一条鱼 而活水晶呢是一个仍然存活的一个水晶 而年龄呢较小 依附着那个岩石 而年之小的那个活水晶呢 也就越能吸附那个负能量 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活水晶在开采下来的时候呢 依然依附着这个岩石 只要继续喷杀那个天然水呢 它能会继续生长出那个晶体 马来西亚的活水晶呢 大部分是从基达阿罗斯塔的那个山所采集 在岩壁内的那个水晶呢 依靠着那个流水层 包括长年流动的那个地下水 山水 瀑布或框泉 而富有大量的那个矿物质 而组进那个活水晶的一个成长 一般而言呢 活水晶呢 它比较的一个灵动 它的温度呢 也会随着那个室内的温度而有所改变 活水晶有着很强的那个溶解 细室和那个细腹的那个能力 所以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细腹跟排除那个负能量的一个矿石 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这个极像鱼形的一个 马来西亚的一个活水晶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